我们知道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 面积有328.7万平方公里 2018年 人口达到13.53亿 印度国土除了南亚次大陆的本土之外 还有一块面积不小的海外领土 这就是位于印度洋东北部的门户要地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整个群岛称南北纵小排列 南北跨度非常大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南北的支线距离达到了800多公里 陆地面积达8249平方公里 这里在1789年被英国占领 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 成为了英国关押囚犯的监狱 因从未有过失放而成为生命狼藉的地狱 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这块领地 但是从地理历史上看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与印度次大陆关系不大 从海底地形上看 这里处于中南半岛大陆家的自然延伸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这里东北距离缅甸约280公里 东距离中南半岛约500公里 东南距离尼苏门达拉岛仅160多公里 而这里距离印度本土最近处 直线距离都超过1000公里 确切地说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应该属于东南亚 而不是南亚 群岛中部有宽越130多公里的海峡 成为10度海峡 10度海峡北侧约有200个岛屿 成为安达曼群岛 海峡南侧的20多个岛屿 成为尼科巴群岛 从人种和语言上看 而北部安达曼群岛的居民属于矮黑人 平均身高不高 人们的脸比较宽 皮肤有黑 鸭齿皆掰 南部的尼科巴群岛的土著人 为马来人和缅甸德朗人的混合血统 相对印度本土 这里的人种和语言都相对单一 再从历史上看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是较早发现的 在古希腊 阿拉伯和中国古代都有对它的记录 而印度本土地理上距离这里非常遥远 所以并未对这里形成控制 而是 西方国家在航海时代后发现并占领了这里 这里先后被葡萄牙 丹麦 英国 日本占领 1949年印度从英国统治中独立之后 接管了该区域 虽然在地理 历史 人文上这里和印度都不战变 但是这里已经属于印度 并且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它的东侧就是形状酷似喇叭的马六甲海峡 我们都知道 马六甲海峡是沟通中国 日本等东亚国家与南亚 西亚 甚至欧洲 非洲的航线的沿河要到 据统计 每年经过印度洋的船只大约有12万艘 而其中经过马六甲海峡的就多达8万艘 而安达曼尼克巴群岛就位于喇叭口 从这里通行 进入印度洋的船从南到北可以通过格雷特海峡 石渡海峡 科科海峡 南普雷帕里斯海峡 北普雷帕里斯海峡 进入印度洋 其中三大海峡都受到印度管辖 从这个意义上讲 安达曼尼克巴群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目前 印度这里是离安达曼尼克巴群岛中央直下去 首辅布莱尔港 是重要的海空基地 视角下方处 就是这里规格比较高的机场 跑道超过了3公里 可起降各类型飞机 机场旁边就是港口的位置 这里港阔追深 码头非常多 是规模很大的民商粮用港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这里停了不少的大型舰艇